大家好,我是爱分享没事的痛马 今天我们来做牢糟 不用提切泡米,非常简单 牢糟要想做好,这里有俩点很重要 今天我把诀窍全部分享给大家 下面我们一起来做吧 做牢糟,选择这种圆糯米 做出的牢糟细腻嫩滑,口感相重,酒香味浓郁 加入温水,清洗三遍 加入适量的水,稍微慢过米就行 按快速煮饭剂 煮好的米饭,颜色洁白透亮 看起来米粒有点硬 做牢糟,米粒硬一点,出酒率会更高 千万别蒙软了 软了牢糟,酒水不清澈,口感也不好 我们把提前用开水煮过的铲子容器拿过来 将煮好的米饭倒进盆里 用铲子搅拌摊开量5分钟左右 然后倒入350克凉拌开,搅拌均匀 再倒入400克凉拌开,让米饭彻底降温 如果温度过高,酒取会烫死 米饭降温到30度,放入5克酒取,再次搅拌均匀 把糯米压平,在中间留个出酒孔 盖上保鲜膜,放到暖气旁边发酵 30度是最佳温度 发酵3-4天,看结果 这次发酵了3天的牢糟 揭开保鲜膜,闻到浓浓的酒香味 看一下酒水特别的多 先尝上一口 清澈的酒水,米香含蓄 口味浓郁清香,特别的好喝 搅拌均匀 装入瓶中 把盖粘紧,放到冰箱冷藏 用来蒸馒头煮汤喝 用冷藏发酵好的牢糟,做一碗铁汤 这是我用糯米做好的椰子 水开倒进去,煮得飘起来就可以了 再放入两勺牢糟 两颗泡下的红枣切拌放进去 放入几粒枸杞 水开倒入一勺化开的玉米淀粉 煮好的汤,不仅暖伤补气 而且还有很好的助消化功能 喜欢的朋友快收藏起来,有时间试试 这期视频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 喜欢我的视频记得关注和转发 我们下期再见吧